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 你是我所见到的配饰最多的选手 以前没有那个女生上台之后 脚踝上还戴金项链 忘斋了 这叫脚拙对吧 足链 足链 对这叫足链 我又长知识了 你这个足链让我想到 当年很火的电影《少林寺》 定情礼物就是一个足铃当 这是定情性物吗 并不是 其实我现在没有男朋友 因为我认为女孩子要先立业后成家 女孩子不应该是男人的附属品 女孩子要有的独立的人格和自己 就是自己喜欢什么 自己觉得好看 自己就戴 不要在乎男人的眼光 也不要在乎他们给不给咱们买 靠自己是最安全的 对 要有这个能力自己给自己买 对 但是我这上面写了一个经历 这个与你刚才所说的价值观 好像有一点点小偏差 就是你还参加过相亲节目 是 因为其实没有关系啊 可以说的 是因为那个时候是大一 也是学校作业留着少 大一你才多大啊 我二十岁了 那相到亲了没有吗 当然没有啦 我就是去玩的 我上去就灭灯 灭完灯我就想 今天放了空吃什么呢 我上去就灭灯 你是去走程序的 对 我是去冲人数的 原来是这样的 你今天不是来装人数的吧 不是 不是 你真是来找工作的吧 我真的是来找工作的 哎呀 我对你越来越好奇了 我们来聊点你的故事吧 好 先说说你的家庭 我家庭很简单 爸爸妈妈 然后养了两只可爱的猫咪 是我的弟弟和妹妹 家庭成员还有吗 没有了 我是年轻子女 对 所以这个父母 很迫切地要你找到工作吗 其实父母并没有这个要求 因为他们对我的期盼 其实挺低的 健康快乐就好 那家庭条件怎么样 普通家庭 去英国留学贵不贵啊 有点小贵的 说实话 好在英国只有一年 所以其实大家都凑得出这个钱 一年是什么学历 硕士 你当初本科的时候 为什么不找工作 而想着是去留学呢 因为可能说是你读过的书 看过的电影 走过的风景 和你背过的诗词 都会成为你人生中的一部分 所以我选择了飘洋过海 一个人试试 在异国他乡的生活 能不能坚持下来 因为我觉得 如果我在这种生活中 可以适应的话 那未来没有什么难得倒我的 今天来找的是运营市场公关 对 跟你的专业没啥关系 你本科什么专业 我本科是工业设计 但是我研究生 修了设计管理这一门 它主要就是品牌推广营销的方向 要求多少钱先思 其中想要一万 因为我觉得 有鸟三年不飞 一飞冲天 三年不鸣 一鸣惊人 我也希望让大家觉得 我值这个价格 我也想为企业创造这些效益 但是文慧 你学了工业设计 又出去学了设计管理 这么长一段时间积累 好一万块钱起 我觉得我愿意 因为咱们得长知识 但是你如果上了 就要一万块钱 做运营或者公关类的 我等于从底层架构 开始帮你买知识 这对企业来说 是我先付出给你 所以你上了 还要我在帮你的过程中 开一万块钱 就有点高了 是的 因为我 其实我真的没有 什么太多的经历 我只是在英国的时候 跟巴黎欧赖亚合作过一个项目 了解了一点点 关于营销与推广的知识 算是出窥皮毛吧 我觉得我感兴趣 而且我当时带的小组 也是当时成绩最好的一组 你可以潜谈一下 在场的15位企业当中的 一些相关于 他们的一些营销的东西 翠生生的李总你好 你好 是这样的 因为我对您的企业感情非常深厚 因为在英国的时候 华人超市有卖 切生生薯条 尤其是蜂蜜黄油味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甜蜜和浅卷 那你们有所考虑过 就是弄的特别 怎么说浮宽美丽的小包装 来提高品牌的效果吗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你想怎么样 给我们长长知识 那我就现拙了 因为这是个不成熟的小建议 所谓的白色背景 小格子 粉红字体 小爱心 这个也是年轻人的一个想法 你刚才说的这个东西是 因为我们的理解是 你不管是做设计 还是要做品牌包装 一条推广 都是要围绕产品或者服务的 我也是做设计出身 但是做设计师出身 最重要的一条 就是说你要服务于产品 服务于你的 你要给出我的产品的定位 客群顾客化校 你的这个想法是从哪里来的 好了 首先用户群体 爱吃零食的大多数是女孩子 尤其是现在的年轻女孩子 而年轻女孩子呢 又对这些视觉经济 特别容易感兴趣 可能因为一个羽毛元素啊 小爱心元素啊 他们就会疯狂地而购买 你能说具体一点吗 对 比如说粉红 铁丝网格子小灯泡 虽然这个风格比较 不够高大上 但是就是所谓的公主风 一定会吸引很多女孩子 公主风 不然你都弄成了公主风 我们男人还买啥呀 买给女朋友 跟女朋友一起吃啊 是这个意思是吧